今天是上课了,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一节课一节课的 只要老师跟着每节课画,我相信大家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画成一幅画 并且会越来越画越好 那么我们最近有个展出,咱们那个行里面有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希望大家都去隐约的去参加 其实你不管你,就是说你不要在意你画的不好啊,或什么的 因为你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嘛 那么这次呢,就是每一次的展览吧 都是一次,就是可以说是考验吧 也是一次锻炼,是机会,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另外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每次展览来了,我们就赶紧去画 我觉得是这样吧,应该告诉大家 其实在平时呢,除了我们这个上课 就是上课老师教你的这些东西 你需要跟着老师画 以外呢,我们就是这 讲完整课,你肯定要在下面呢 画作业,这是肯定的 另外呢,除了画作业 那么你还可以怎么样去画一些 就是,比如你喜欢的,就是山西画 或者是花鸟画 你呢,就是说作为这个老班的那个老师 老班呢,你可以这样 可能咱们搞创作呢,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呢,我们不妨可以这样去试试 去平时呢,是这样去组合 你比如,我老班老师就画山西画画得比较多 那这个山西画,我想画一个 你比如,大好河山 就是青山绿水 就是描绘一些组合了这个 大好河山的这个景色 你可以呢,就是去把这些画 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比较好的作品 你比如,你可以去把它 你看了一幅作品 有一幅作品呢 比如这个树画特别好 那你就给它选过来 那边这个山画得比较好 你也可以选过来 甚至呢,还有一些好的这个摄影作品 好的摄影作品 注意啊,这个好的摄影作品 可以去给它 把它给它怎么样呢 转换成山水画 怎么转换呢 你可以取舍 因为它这个摄影作品呢 它是写实的,是吧 它是完完全全 把它看到的东西 完全搬到它这个作品里面 那从我们画着来说呢 我们可以去舍弃一些 不太主要的东西 你主要表现什么 那你就把它这个 给它转换成这个国画作品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平时呢,可以这样去做 再有呢,平时呢,还可以去看一些作品 看一些宋代的 元代的 明清时期的的 多看一些作品 看看以后呢 可能会脑子里的东西比较多 这是老班的这个老师啊 在平时呢 除了画咱们这个老师讲的这些作品啊 你还可以这样做 那么新班的老师呢 目前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除了把老师教的这个东西啊 画好 作业留了作业 你要画好 你还可以怎么样啊 去领一些 宋代的作品 比如老师现在教师山 或者是树 你就去找 哎,我去画这个树 这个我看到的幅非常这个 比如宋代的幅作品的树比较好 比较生动 我喜欢 那你就把树专门领起来 或者你把这个石头专门领起来 你自己呢 现在可能你摸一幅完整的作品 一段太怎么样啊 可能太难了 但是呢 你可以单独的把这个树啊 石头啊 还有房屋啊 桥梁啊 小溪啊 都单独的踢出来你 这是新班的学员啊 新班的老师这样做 所以说每个这个 每个老师程度不一样 针对你的这个程度的不同 你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这个素材 选素材 因为我们这个行里的那个 就是展览呢 我觉得是特别多 尤其是大的这一些节日的这个活动 比如党的节日啊 还有这个国家